另外一個呢 我覺得叫什麼呀 我的感覺就是現在這個逆向淘汰制度 現在把這個有能力的官員已經基本上從這個中國的這個決策層 和最高的領導層已經基本上淘汰掉了 所以現在留在總書記身邊的都是一些 我的觀點叫都是一些能夠紙上談兵的趙寇和這個惡意奉承的合身了 這趙寇大家都知道紙上談兵 趙國的 結果這個將軍最後呢這個敗給這個張寒 敗給秦國的張寒 最後呢張寒的一下殺了趙國軍隊 殺了多少 殺了20萬 直接挖一個坑就埋呀 殺了20萬趙兵 這是歷史上非常典型的一個例子 但是為什麼會這樣 你看現在這經濟學家不像經濟學家 這個政治家不像政治家 你看經濟學家都是什麼人 他非要把這個 你像我們現在聽中國的那個經濟報告可費勁了 為什麼 他弄了好多新名詞 我們都聽不懂 我說那個好的經濟學家應該是什麼 應該是把這一個複雜的一個經濟概念 變成一個簡單的經濟概念 然後呢把它的道理講得越來越簡單 簡化 大家都能夠理解 都能夠去實行 而他們不 他們反正說 他們要把一個簡單的一個經濟概念 弄出好多詞 雲山雾罩 然後弄得所有人都聽不懂 聽不懂了以後顯得自己有學問 然後呢最後弄出來以後 你說怎麼去實行 我那時候我研究了好半天那個供給策改革 弄了半天 後來弄明白了 是怎麼回事 你看現在劉鶴都 我看他們還在提的 提的越來越少 現在他們又弄回去了 是吧 然後呢 像周圍 老百姓 這周圍大家看到最多的 都是那些阿諭奉承的 最典型的 你像這個天津的市委書記李鴻忠 已經靠這個溜曲拍馬 現在已經變成政治局委員了 所以你就想像類似這樣的官員 大有人在 真正有本事的 基本上都淘汰掉了 而且呢 再加上又規定不能妄議中央 你多說兩句 不同意 不同的看法 就變成妄議中央 那你想 這最高的決策者怎麼能夠知道實際情況 那只能讓這個犀牛越長越大 而且還不知道 不知道那大犀牛已經都堵門口了 隨時都要倒下來了 那你現在到現在了 你怎麼去救呢 我的感覺啊 確實是非常的困難了 所以才會出現 剛才我們談到這個 我們清華的這個校友啊 這個李教授 李道奎教授 對吧 他現在突然這個最近搞出了一個報告 是吧 在這個人大那個教授 向教授提出來了 說這個統計數字呢 現在有大量的水分 然後在世界上的引起轟動 說這個中國呢 2018年的這個經濟呢 爆了是6.5 但實際上他們測算的結果 這個可能是在2%左右 還有另外一個可能性是個複數 結果呢 這一出全世界嘩然 所以呢 那個時候我想啊 中央的這個決策部門呢 也會感覺到有問題了 哎呀 覺得這個 還是這個我們要認真真地去面對經濟下滑的問題 結果就出現了這個像現在呢 這個貿易戰的這種情況以後呢 中國經濟真的下滑 而且下滑越來越大的情況下 現在呢 習總呢 現在呢 前一段時間不就是準備要跟美國要達成協議 突然變卦了 現在呢 這個當時呢 就是有人說啊 說這個有不少這個經濟學者 給習總呢 這個打氣 給了他很多呢 經濟向好的這個這個這個數據 那其中一條 這這回呢 這個習總要上那個大阪去跟川普談判了 那這個時候 臨時又把這個李道奎的這個報告弄出來了 他現在堅定不疑的在那說 中國經濟要6.3的增長 而且提出來在未來幾年當中 中國的經濟啊 會一路向好 會產生出 好像我記那個數啊 是應該產生出8億的中產階層 說這些人呢 都會是大量的消費人群 一路向好 這個消費人群啊 最後呢 會拉動我們內需 根本我們都不靠這個外貿了 我們都可以把我們的經濟就帶好了 所以呢 不用擔心 我們根本不靠跟美國的這個這個外貿 我們自己就能自身就能夠修復自己 可以自嗨 所以我想啊 這回這個這個習總上大阪啊 我猜明天啊 就會出結果了 我猜啊 習總可能現在又跟吃了這個興奮劑似的 估計是這回呢 又感覺到說我們這經濟這麼好 說兩句話 我們怕美國幹什麼 那我們就跟他死戰到底了 所以我說這些這些人啊 確實是誤國誤民 也誤了習近平 這是 也不能全怪他誤國誤民啊 這個領導 因為給領導人敬這個嚴的人很多啊 也有這個說你不能打的 也有說你能打的 然後你知道選哪個啊 所以說領導人還是有責任 所以呢 那你現在看啊 面對這麼多的這個灰犀牛 面對這麼多的灰犀牛啊 那我們現在看呢 這還有 中國的經濟還有沒有教 還有沒有教 現在看他們的中國政府啊 都採取了一些什麼具體的辦法 第一招啊 就剛才咱們已經說了 第一招 現在就是出這一帶一路 這一帶一路呢 就是因為我們這麼大的產能 過剩的產能 那怎麼辦呢 我們現在呢 放在國內 那都把所有的這個土地全部硬化了 全部變成鋼鐵混凝土了 連種地 種菜的地兒都沒有了 對吧 要不然這些人沒地去啊 所以怎麼辦呢 說咱們都讓它到外頭去幹去 給別的國家幹去 還掙外匯呢 對吧 然後把這些過剩產能都弄到外頭去 弄靠什麼 靠一帶一路 來做這個輸出產能的工作 結果現在大家看了啊 一帶一路 這是談了幾千個項目 但真正操作的沒有多少 而且呢 現在的問題成對 為什麼呢 現在真正的這個有錢的國家 經濟條件好的 修了一帶一路以後 確實能夠給中國帶來效益的 那這些國家啊 現在都在官網 或者呢 都是心存餘力 都不想參與十帶一路 都想參與一帶一路 為什麼 分杯羹 但是呢 他們又怕參與一帶一路 為什麼 因為所有的一帶一路項目做出來了以後啊 一般都是什麼呀 都是中資企業去做 所以呢 這個錢呢 都是中資企業去賺的 那現在這些國家呢 參與的國家呢 很難拿到真正的這個利潤 他們感覺到呢 風險呢 又大 而這一帶一路沿岸的這些國家啊 沿線的國家啊 多數都是火藥桶 要穿過中亞 然後通過中東 然後呢 要進入這個 進入非洲以後還好了 然後又要往這個非洲去發 進入歐洲好了 往非洲還要去發展 所以呢 這些地方呢 都是一些政治不穩定的地方 所以一帶一路建起來了以後 只要是建 就是直到建起來以後 最後收回來的 收回投資 收回成本的 這個壓力呢 實際上是非常之大 所以大家都在觀望 而且呢 現在呢 這個真正需要的這些國家呢 都是什麼呀 都是一些經濟發展欠發展的國家 那這些國家都希望呢 中國呢 拿錢 出力 出錢 然後白給我們建 建完了我們使就好了 他們呢 也沒想過還錢 然後你說呢 中國不幹呢 說那你要是不還錢 到時候還不了錢 那怎麼辦呢 你倒是就把你的那個港口歸我們使 然後或者呢 把鐵路的這個運行 運營權給我們 我們來運營多少年 然後呢 賺夠了錢以後再還給你們 結果現在所面臨的都是什麼 這些國家都在質詢中國 說那我們還有主權 主權的問題呢 所以到目前為止 真正的一帶一路往前走的沒有多少 而且呢 中國是花了大量的錢 已經在這 在那丟了很多的錢 所以我說 中國的這個一帶一路啊 就整個就是一個坑 把整個中國的這個老百姓的這些納水人的錢啊 基本上呢都扔坑裡了 不會有什麼好的結果 另外一個呢 前一段時間講 就是中共的講 中國政府呢 在講的呢 叫做這個三去一步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 他們想解的一個問題呢 就是剛才我們講一個大灰牛的問題 就是這個債務問題 這巨大的債務 他們現在想去槓桿 所以前一段時間啊 花了好大的力氣 這國務院副總理這個劉鶴 重要的工作就要解決去槓桿的工作 做了這麼長時間 結果是什麼呢 最近啊 這槓桿又加上了 又加上了 為什麼 說這個去槓桿啊 原來叫做 連這個李克強都說要 以這個叫壯士斷腕的這個決心 來完成這個去槓桿 結果現在怎麼樣 去了槓桿了以後 產能減下來了 大量的企業倒閉了 然後失業的人口啊 沒地方安置了 經濟衰退了 最後大家認為啊 這都去槓桿幹的 有沒有可能 確實是有這個問題 這是一個矛盾的嘛 但是現在是什麼呀 兜了一大圈又回來了 最近大家看見 這個去槓桿啊 又開始加上了 最典型的哈 一個 今年在大量的又開始借債了 現在 而且不僅是中央政府借債啊 中央政府現在 剛剛我看的這個報道啊 現在 今年要搞一個叫做舊房改造 舊房改造一個項目啊 現在的這個要準備舉債多少 四萬億 四萬億舊房改造的這個債務 然後這就要加上了 接著要有多少 又是準備了四到五萬億給地方政府 鼓勵地方政府發行債券 現在已經啊 從一月份到現在 已經發了多少債券了 已經 地方政府已經發了九千億了 而且最近啊 開始試的 在澳門第一次用這個人民幣的這個發行債券 發行人民幣的這個債券 在香港已經發行過了 在澳門現在 我為什麼說在試呢 這回呢 是發兩千億 兩千億 很很小 啊 不不 不 不 對 二十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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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億人民幣 二十億元人民幣 他說試試水 在這個香港呢 發行了兩百億 他現在試完水了 如果效果好 估計啊 就是準備大量的 向通過澳門和香港 大量的向境外取債 為什麼 因為現在沒辦法 現在周轉啊 資金周轉啊 不零 所以每米下鍋怎麼辦 只能靠取債了 所以剛才已經講 已經有這麼大的一個債務危機 三百萬億左右的這麼大的一個債務盤子 現在還要加 還要加 那就是這個犀牛啊 看來不僅要不能減 還要繼續的往上上 然後接著 更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債務危機出來了以後 就會連帶的 就會出一個就業難 因為你要一出現這個減債 你就要關閉企業 或者什麼各種各樣的這種 這種收縮的這種狀態 那現在就有很大的一個問題怎麼辦呢 要解決這個就業的問題 每年的新增的大學畢業生啊 現在都是在八百萬左右 而前一段時間 據這個外電報道啊 就是光貿易戰開始以後啊 在過去的不到一年的時間裡頭 中國有超過五百萬家企業已經關了 五百萬家啊 當然各種各樣的小型的 大型的都有五百萬家 造成了這個失業的人口啊 是在一千萬左右 這麼大的一個數量 怎麼解決 所以現在呢 這個李克強呢 就是一直在想啊 這個 說前一段時間開這個 關於這個就業的一個全國的一個電話會議嘛 這個胡春華去參加 然後就可能是要讓他呢 來具體負責這件事情 然後當然就在反覆的講一個問題 說地方啊 各地的地方政府必須各盡其職 各盡其職 守土 叫什麼 守住自己的工作 守土有責 對 守土有責 一定不能啊 讓這個當地的這些居民 這個農民工啊 產生大量的這個反朝 反鄉朝 然後一定要把他留在本地 結果呢 中央這個 中共中央呢 又通過人民日報 又開始說呢 現在要號召這個大量的這個這個農民工 和年輕學生呢 回鄉創業 我們現在不知道他們要怎麼幹啊 但是我想呢 這個他們現在想個辦法呢 那可能大家各出這個政策各出各的門 這個中南海南院北院各說各話 所以現在也未知啊 但是我們不去猜測了 但是呢 總的來說 總的感覺 現在呢 中國政府的這個這個政策啊 一個是不穩定 另外呢 也不知道他們在說什麼 現在感覺最後呢 我得出一個結論啊 我說他們那個政策的基本的原則啊 就是我說了算 誰官大 誰的這個職位高 權力大 誰說了算 然後呢 我只要是聽我的就好 那管你後頭怎麼樣 最後結果是什麼 所以呢 我的感覺啊 這個自救的可能性啊 非常的 非常的小 非常的小 這是建於這個 它就等於是 剛才從你的評價來看 就是說 建於形勢的嚴峻啊 就前一段就對經濟這個結構性問題的這個這個改革呢 因為現在願意的問題 它又倒回去了很多東西 嗯 沒錯 對啊 這個包括這個地方債務的問題 它不僅是在 不僅沒有消除地方的債務 而且在加大地方的債務啊 對 對吧 而且這個貿易戰如果繼續打下去的話 很大的問題是外資撤離中國 那麼這個 那有更多的人將要失業 你現在說的是一千萬 那麼以後要失業的人可不就是不止一千萬 如果有更多的企業離開中國的話 嗯 現在已經在開始了 現在你看啊 三星 三星這個這個 這個一個是三星還有什麼這個現代 現代的這個韓國的企業已經在大規模在撤資 在撤 就是生產生產企業在開始往外搬了 然後日本的也是幾家企業 幾個巨頭的企業已經在搬了 這個美資企業呢 現在大量的現在轉戰到這個越南啊 東南亞國家去了 然後像包括這個跟這個iPhone這個蘋果蘋果手機相關的 像紅海 現在已經在這個大量的這個生產線呢 現在是已經建在了越南 很快就會開工了 然後現在很多的這個這個手機生產線呢 現在轉到了這個包括越南和印度的這些企業 這些國家去了 所以你就想啊 這些國家一旦他們的開工起來 然後達到量產的這個這種情況下 那你在中國大陸的採購就降低了嘛 大量的降低 那收縮的這個大的收縮一定會帶來這個裁員潮 大量裁員 而這個失業潮起來了以後 就是一個巨大的一個犀牛 它就會產生這個社會不穩定 說兩人的話 我覺得啊 這也就是為什麼這個李克強反覆在講 叫底線思維 說絕對不能夠出現這個大規模的這種失業潮 因為失業潮這種社會的不穩定因素 那誰也承受不了 現在這個三百億這個三百億現在討論的這個 三百億加稅的問題就涉及到 什麼沃爾瑪啊什麼Target啊 這一些日用啊 服裝百貨這些在中國的大企業 他們最近在起來反對美國加稅 那如果再把這三百億加稅去的加上去的話 那麼這些在中國生產服裝鞋帽這些啊 這三千億加上這些這些廠子可能就要春 它的產業鏈真的也要的移出中國 那麼以後帶來新的一輪這個失業潮 嗯 沒錯 而且呢這一次這個移出啊 如果說這個貿易戰打下去的話 這次的移出啊 就不是一個簡簡單單的短期的移出 而這個失業潮啊 也不是一個簡簡單單的短期的一個失業的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呢將會非常 是一個叫我們叫permanent的一個持久持續性的 因爲什麼呢 就世界的產業的這個這個採購鏈呢 這個採購鏈改變了 過去呢這個採購呢是從中國大陸 所以中國呢才是一個世界的製造工廠 中國在過去的這個40年的改革開放 最後呢把中國的製造業帶起來了 使得中國變成了一個世界的製造工廠 但是這回的貿易戰打下來了以後 使得很多的企業已經認識到 說中國的現在的這個這個 作為這個製造工廠啊 不僅僅是原來我們老說的 說這個這個工資的成本啊 現在再加大 政治上的風險呢再加大 然後這個污染治理的這個成本再加大 然後這個其他的幾個因素啊 現在更大的是貿易戰的問題 是關稅的問題 所以他們認識到這關稅一下加到25% 那這些製造企業沒有辦法承受 那怎麼辦 最捷徑的辦法就是撤離中國 搬到東南亞或者是印度這樣的國家去 到這些國家裡以後 這25%的關稅就沒有了 那一旦這些國家再通過一到兩年 一般重新建起這樣的生產線啊 要花一到兩年的時間 一到兩年的生產線開工正常了以後 那採購鏈就徹底變了 實際上我們就可以看到啊 如果貿易戰沒有在明年 就今年年底的這個聖誕節啊 今年這個聖誕節前沒有一個非常明朗的變化的話 我估計啊 這個全球的這個產業的這個採購的這個鏈啊 就徹底變了 就徹底變了 你那時候要想再把他們拉回去 再把那些採購商再拉回去 就不是現在這種狀況了 那個成本啊要加大太多了 所以呢到那個時候 中國的經濟啊 那才真是雪上加霜 好啊 這個習近平現在不是說 要以更大的改革開放嗎 啊 你那個校友也在說以更大的改革開放 就是想留住這些企業現在 嗯 對但是呢 那個東西啊 我說它更多的是要紙上談兵 嗯 它呢都是什麼 都是想像當中的 純粹的一個想像當中的 那真正做起來不是那麼 不是那麼簡單的 而且現在還趴著 在門口趴著啊 這個有幾隻天鵝啊 在那等著 嗯 有幾隻大的天鵝在那等著 第一個 最近已經開始顯現出來了 第一個就是什麼就是物價 物價暴漲 嗯 這個東西啊 是直接關係到老百姓的日常的生活 我在去年10月份在北京的時候就已經明顯感覺到物價上漲 然後呢很多的小小攤小販啊 已經就是經營起來非常困難了 好多的這個攤販已經不賺錢了 但是今年啊 現在呢 據說這個物價長得非常的大 這個肉 尤其是蔬菜 現在呢 長得是非常的大 老百姓呢 每天的日常生活啊 現在都已經開始怨聲載道 這件事情 很可能就是一個 一個天鵝 另外一個 現在呢 很有可能出現的就是房價的這個下跌 目前啊 房價呢 現在很多很多人 前一段時間 這麼多年啊 這個房子持續上漲 房價持續上漲 但是呢 目前來說 據各方面的這個數據啊 看 房子呢 現在呢 這個房價在漲 但是有價無市 為什麼 就真正啊 很多的人是持幣代購 不敢買 因為怕房價跌 但是這個啊 在這種 做這種大型的投資 長期投資的上 一般的這個心理呢 都是叫買漲不買落 大家就是怕降價 一旦降價啊 就會出現雪 一個地方降價 可能引起其他地方降價 所以我估計啊 現在很多地方 已經開始放鬆 這個這個限購 就開始後續呢 可能中國政府 又開始出台要保房價了 因為房價一旦掉下來了以後 你會發現 就剛才我提到的 在美國2008到2009 那個金融危機 最後帶來的那個 後續的這種 這種危險啊 那是沒有任何一個政府 能夠承受得了 所以呢 我想到那個時候 如果房價一降下來 本身現在中國的房價 本身就已經是天價房了 那現在呢 如果掉下來實際上是合理的 但是如果要是掉起來的話 很可能就變成一個雪崩 而這個雪崩 那就絕對是一隻黑天狼 那就會使得很多人流離失所 到那個時候 不僅流離失所 你還把所有的現金 全部投進去都還不起房貸 然後你的那個房子被收走 然後你就變成了赤瓶了 所以這才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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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天狗 對你這個說到房子啊 這個還是一個問題 跟失業有關係 就是很多這個人 年輕人 他如果丟掉工作的話 因為這個產業鏈轉移 丟掉工作之後 他那個房貸那個就斷供了 沒錯 這也是個問題啊 而且呢 這種啊 其實很多的天鵝啊 和這個犀牛啊 他們都是連鎖的 都是連鎖的 都是相互關聯的 都是關聯的 所以剛才講了 這包括那個股市 股市的問題 股市的這個變動 然後最後呢 說一旦出現大的問題 像2015年的那個股市的那個崩盤 出現擠兌 在這種情況下 都會是連鎖的 這種天鵝啊 一出現的話 都可能是連鎖 另外呢 像一些執政的一些事情 最近我在網上看到一些這個城管 哎呀 這城管跟土匪一樣 在街上啊 說這個老百姓擺一個攤 對吧 我擺一個攤 這個老大媽在那講 說我又不偷不搶 我擺一個攤 我賣一點點錢拿回家養孩子 對吧 然後呢 這個城管呢 直接把那些攤啊掀了 掀了以後 把那個蔬菜啊 在地上啊都採爛 哎呦 這個老大娘在那哭啊 這個邊上的小孩啊 在那哭啊 我就看這個 怎麼這個一個政府啊 你這個應該是叫為人民服務 他們每天都說在為人民服務的這個政府 最後這麼去處理這個這個擺攤的這個老百姓 即使他沒有按照你的規定去到那個指定的地方去銷售 你也應該去用別的方式來解決問題 而不是用這種暴力執法的這種方式 而這種暴力執法非常有可能 一旦出現問題非常有可能激起民怨 這些民怨說兩人話 你沒有辦法 最後這個執政當局啊 我跟你說起來了以後 弄不好就變成了沉盛吾管 那到那個時候 一旦揭竿而起啊 你想擋啊 那個那個那個潮流啊 你根本打就擋不住了 另外呢 剛才講到財政上的這個問題了以後 那很可能呢 說這個觸發呢像退伍軍人啊 然後這個教師啊 包括執政這個這個執法部門啊 他們的這個這個工資呢 發工資的這個困難 一旦出現這些問題 他們斷供了 那個他們發工資困難了 斷供了這個房貸了 那產生其他的這種連鎖反應 那你想那那都是都是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的事情 另外就是剛才說貿易戰嘛 貿易戰是大量的這個 產生了大量的這個企業倒閉 企業倒閉接不上單子來 接不上訂單來了以後 那最後呢沒有辦法生存了 那我們只能關張 然後另外一個天鵝 你比如像前一段時間的這個香港的 對吧 這個200萬人上街遊行 先是103萬 這官方說去了這個20萬 後來人家說你說你不你不報真數 結果過了6天 是吧 200萬上上街 最後反對這個送中法案 結果現在現在只能靠中國大陸 老百姓都不知道 只能靠封網 才能夠把這個消息給他封驰住 對吧 大家不能夠知道這些消息 但是像這些事情 一旦最後讓中國老百姓看見了 大家怎麼 這叫有樣學樣 大家呢也都會學 對吧 200萬人上街了 全香港總共有多少人 才730萬人 將近三分之一的老百姓上街了 反對這個林鄭月娥 這個她的執政的方式 對吧 最後呢是怎麼辦呢 最後林鄭月娥現在就 最後就停下來了 就要把這個她這個送中法案要收回了 對吧 至少現在叫暫停了 最後大家現在就集中的一個想法 老百姓的一個基本上的一個想法 叫什麼 就是只有說最後大家用這種團結起來 不合作的這種方式 最後才能夠解決問題 那你想這個對於執政的這個政府來說 這就是一個黑天鵝 一旦黑天鵝起來了 那剛才講都是連鎖的 那它就一個接一個一個接一個 那很有可能就出現當年2008年到2009年那一場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 那就是風暴了